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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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吹木下 柳云甲白马 柳云甲白马 摘来满天星斗 斩成馒头花 红颜人两家 情中银河花 谁家教你却敲上小鸭 是他呀 谈看人间的繁华 抛下腰片 天真小巧呀 烂闹春世呀 灿烂如水花 看那烟火燃尽春风呀 轻松呀 吹动着无数繁华 睡在夜中温暖一笑呀 纯人他 虽然想了又错吧 这瞬间 请让我 轻轻地 爱吧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两个一起帮送娘子的 怎么现在突然多出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这不添乱吗 你不是像我跟我说你不愿意帮我吗 可是我刚刚已经改口了呀 哎呀 那你改口的可有点晚了 曹牙内 已经大意要帮我的忙了 而且还送了我这么好吃的杏糕 没吃过杏糕啊 瞧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吧 我大师兄可是说了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乱吃 这是什么 药你管 曹牙内 你怎么在我房间呢 糖葫芦 送我的 哎呀 这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可惜哦 那你还给我吧 还吃到哪儿苏大娘家的糖葫芦 诚意十足嘛 那你能不能看在这个糖葫芦的份上 就不帮宋娘子说起了 也不是不行 那你要在我的姻缘馆里好好待着 不许捣乱 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就知道了 你一心就想把我拴在你身边 你一心就想把我拴在你身边 行 没问题 那说好了 我们一起帮宋娘子 行 现在也在糖葫芦啊 什么曹牙内不曹牙内 没了我 不一样不行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不想去 你必须得去 求你了 梁叔 来来来 我给你整理整理 特别漂亮 咱们现在就去 真的漂亮吗 真的漂亮 远夫人 这贾家呀 三代为官 那贾姑娘更是眉如翠羽 姬如白雪 齿如寒貝 既然赵冰仁这么介绍了 那我们就暂且看看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见过元夫人 娘 她真美 听说呀 袁宋两家原本是有婚约的 按照我的意思呀 是不来的 奈何我的小女儿 对袁宵官人念念不忘 娘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瞧瞧 她害羞了 那事啊 八字还没撇呢 林恩城内谁愿意娶宋婉做媳妇 要我说 这女子就得身居归中 孝顺公婆 延续香火 可她呢 天天外出 还与我原家作对 真是败坏门风 那按照夫人的意思 这纳妾的事 贾夫人的意思 男人嘛 三妻四妾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我就是跟亲家说说提起话 难得和贾夫人如此投气 那我 也就不隐瞒了 我儿子在外边是养了几皮树嘛 不过你别担心 那个不算树 若假娘子嫁进来 绝对是正事 宋夫人 您怎么来了 我若不来 岂不是要被你瞒过去 想当初你原家要跟我宋家接亲 那可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今日你不但擅自毁婚欺瞒纳妾 还在这儿叫我女儿的蛇根 若不是我亲儿听见了 不是要毁了我外儿这一生吗 我那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你不是也是为了她的后半生 才与我原家结亲的 在这儿装什么情高 那可不代表 她可以在婆家受委屈 要是你这种人给她当婆婆 那我宁愿她一辈子都不嫁 我的女儿 我们宋家养得起 看来原宋两家的婚约并未及处 我的傻女儿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这让我以后该怎么活呀 我可怎么活呀 闺女 闺女 贾夫人 太可惜了 贾贾的亲眼没有 我可怎么办呀 你看我干嘛 赵冰仁 今天的事 你必须要负责 我负什么责 若不是你把蒋家吹得天花乱坠的 我们会来吗 而且我们会和宋家翻脸吗 我不管 你必须陪我一桩婚 而且对方的家事条件 不能比宋家差 宣夫人 您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才把这婚事给搅黄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的意思是我的问题了 你就这么做兵人的 我告诉你 你若是给我寻不下一桩衬心的婚事 我就把你这姻缘馆给拆了 对 下来 我赵双双一向说明是凭良心的 我今天看到你原家这副嘴脸 我绝对不会再让一位姑娘 踏入你们原家的火坑 这姻缘馆你们要拆就拆 随你 你 你 承衣 承衣 你没事吧 娘 你快走吧 我刚砌的热茶肯定是烫伤了 没事 走 我先带你去涂药 走 继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